那么有了角色之后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根据这个角色 来进行一些相应的权限设置 那么本章节的一个目标是这样的 首先的话我们会对权限管理这个需求 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回顾 那么其次的话 我们会进行一个后台的一个编码 进行一个前台的编码实现 那么我们的这个权限管理的需求是这样子的 那么权限管理的话 它其实是属于这个安全设置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课程 已经实现了这个角色的一个授权 那么本章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权限的一个设置 那么本章节的权限的一个管理的话 涉及哪些功能呢 一方面我们要建立这个角色与资源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这个角色跟资源 它的一个应识关系是怎么样的 还有我们要解决一个CSRF 这么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会启用这个方法级别的一个安全设置 好我们在这个系统中也会使用这种 Bcrypt加密密码 然后我们会实现一个用户的一个登录功能 然后还有的登录时我们可以设置这个记住我 那么这些是我们本章节要实现的一些功能 那么有一些API 那么登录的API是这样的 我们访问这个Login页面的话 Login页面的话 我们get到它的一个登录界面 那么我要执行登录的话 我会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到这个Login这个UIL下面去 那么这是一些相信的一些参数 包括这个用户账号 用户密码 还有师傅记住我 这么一个这个选项 那么这就是全线管理的一些需求 那么我们来生成我们这个全线管理这个项目 那么我们打开我们的工作区间 我们复制粘贴我们这个BlogLow这个项目 那么我重命名一下 重命名为BlogAuth 意味着这个项目是来处理全线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全线管理这个工程就建立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在这个BlogAuth的这个基础上 来进行一个后台 以及前端的一些编码 各位广大的SpringBoost爱好者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SpringBoost系列课程的一个学习 我是本章节的讲师老魏 那么本章节的话 我们进入这个全线管理 实现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在上一章节的话 也讲到了这个